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劳工就业的权益问题 停了几年的无薪假呢 现在又来了而广大高雄的劳工朋友们 你们担心吗 该如何才能够保障自己的工作权益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邀请您跟我们的现场来宾一起做讨论 所以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呢 能够call in进来 我们的call in专线是556-7748 556-7748 继续就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从我右手边第一位开始介绍 我们来欢迎的是高雄市议员曾水文 曾议员您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志文 曾议员 谢谢大家 第二位我们欢迎高雄市议员曾光丰 曾议员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光丰议员 欢迎曾议员 第三位我们欢迎高雄市劳工局训救中心的主任 陈时为 陈主任您好 主持人 我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劳工局训救中心陈主任 欢迎陈主任 第四位我们欢迎1111人力银行的执行长 王小乔 王执行长您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在快过年了 不过呢 到底能不能过一个好年呢 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呢 那尤其是在弱势的部分 他们会不会有相关的就业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一则相关的VCR 影片中描述的是大陆籍配偶 弱势青少年或者是身心障碍朋友等弱势族群 在职场中所遇到的瓶颈 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过程 透过几段影片分享 还有就业行动剧 高雄市政府劳工局举办就业纯工新希望 特定对象就业服务成果发表会 邀请接受就业服务并顺利媒合的个案 现身说法 我找到这份工作觉得心满意足 存钱以后读书 就是清洁然后做个工作 开心吗 开心 以前找工作难不难 无论是害羞的17岁大男生 还是惯有智能障碍的阿红 都曾因为家庭学历因素 甚至是先天条件影响 求职旅造碰壁 开考金油就不原协助 如今他们不只找到工作 能力也过得肯定 那韦明他自己也是很认真 然后很愿意跟其他的同仁互相配合 那雇主他也是像一个再生父母这样子 像一个大家庭 大家都还蛮压抑 原来像这样子的弱势个案 他们也能够有非常热忱的工作的表现 颁发感谢状表扬自私家禁用厂商 提供弱势作群就业机会 除了期待企业参考 更希望借由成果发表会鼓励特定对象 不要妄自菲薄 勇于求职 所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工作难找 尤其是对于社会当中的弱势 他们要来找工作来讲的话更是困难 所以政府部门协助这些弱势来找工作 当然是义不容辞 那我们先来请教这场活动的主办单位 我们请教的是陈主任 为什么会想要做办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发表会 那成果又是如何呢 好我想我们这个就业服务里面规定的弱势的这个劳工 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中高龄 更生人 生活福祉户等等这样的弱势劳工 其实他们的弱势是身份上的弱势 而不是能力上的弱势 那其实在政府针对这个弱势劳工 其实有很多政策的工具可以去帮忙他们 其实在我们今年从1月到11月份来做统计 那经过这个我们2万人的辅导里面 其实大概有9000多人都会常顺利的进入我们的一个职场 那我们当然就是在整个辅导过程中 会比一般的这个身份的人会更辛苦 但是其实我们这些弱势者 如果他能应用政府这些资源 其实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 只要他的敬业态度是够 其实进入职场不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弱势者 如果真的有在就位上的困难 可以找我们的救福站 那我们救福站的资源其实蛮多的 包含我们一般的工作的推介 那有一些职业训练 甚至我们用政府一些政策工具 来帮助这些弱势者进入我们的职场 所以我呼吁我们这些弱势者 真的有就位上的一个困难 去到我们这个救福站来做 所谓的比较深度的这些资商 那包含一些求职技巧 还有一些职场 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做协助的 谢谢主任 那就是我们刚听到的是 主任就有讲说是身份上的一个弱势 对那几乎平均 就是两万人有九千人能够顺利 那这样子的比例 不晓得我们议员听起来有没有 对我想是进步了 那我记得几年前我在做咨询的时候 我们我记得那时候 大概十个才每一届每合到一个 所以我听到这个数据 如果是真的 的确是一个非常可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是我们劳工的就业中心是没有出力 而是说有些的劳工 他们在一个选择条件方面 其实是有些是挑剔的 那有些是可能他想吃软的不吃硬的 所以他宁愿就是不要去流汗 他宁愿是不是有比较在吹冷气的 这是一个很多的媒介 但是基本上在怎样的一个平台之中 我觉得是已经进步很多 那高雄的是一个比较劳工居多的一个产业结构 所以实际上在劳工局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种 还有一些种类方面 其实是劳工的种类比较偏多 那所以我们比较 所以很多的大学生像居住在高雄这里 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在北部那边工作的多 这是一个产业结构的问题 也是个大环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 我发觉说像我们服务处里面 很多的服务案件 像我们在场的还有曾医员 其实很多的都会 只要一个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常常每次我的服务时间 几乎都会有拿吹套 所以也就是说 大家在很多的这样求职的管道里面 其实人就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模子 其实是很多 但是就南部这样来讲 其实是非常多 那我们也看到一一人力银行 那还有我们的资讯 现在其实有增多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求职这个平台实际上增作 是对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求职是有注意的 但是我们比较要注意的就是一个中年事业的问题 这方面我们比较常常就是到我们服务住或者我们观察到这样的一个事业问题常常是造成后面的很多家庭的问题 所以在一个这个问题衍生之后后面还有一些社会的问题还有很多包括小孩子安置的问题都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结构之下其实背后才是很多包括市府要能够做的啦或者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上能够跟他帮忙的 其实就是要怎么样去在这中年事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较 比较能够要刻不容忍要做的应该是中年事业的问题 所以没有错刚刚政议员就有点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弱势的就业的部分 其实碰到的是中年中年事业的问题 那我们来请教这个赞议员 在你服务住 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说想要来拜托议员 来盗悬讨论 六岁的部分 可能他们较弱势的部分 你看到的是什么状况 谢谢主持人 当然却教育 当然却教育就比较 要求主的一种机会 机会力就比较低 当然我们留意在这里 用心扮着吉姓 训练这些DL的成长 这里来求主 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做得没够 当然他们真有心 我們也要信任更厭世的人 未來在我們社會有遺跡出場 讓它求助一種機會 但是我覺得我們洛工 它幾月比較不久的策書就是說 我們有要訓練 但是我們洛工的政府 缺少一個規劃 合謂規劃 就是說我們政府是不是可以納入這個預算 把我們訓練出來這麼厭世的人 是不是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企業可以結合 結合成一體 然後讓這些訓練這麼厭世的人 可以就進這個機會 可以讓他們一個政業的機會 當然在我們的服務所 當然會找我們民意代表的人 翁翁要求助的一種程度不夠在我 當然最多是我們的浴室團體 當然在民意代表的學生 我們也是盡量的 倒三天 倒三天 如果找頭路這樣而已 當然這也要靠我們的洛工局 所以我一直處理跟我們洛工局的 相關的英文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有訓練這麼厭世的人 但是你沒辦法來這麼厭世的人 安住 安住 安住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 合謀工作環境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我們的中小企業 來折門 折門 折門所訓練的 也一直出場有相關的一種企業 來讓我們裡面掌握 還有我們有機會來掌握 正說也是一種種類的方式 應該是有所謂的身心障礙 團體禁用人士的這個部分嗎 改成 我記得改成有這個 最有法令的意義 一個相關的規定 那是不是我們請我們人力銀行的執行長 因為剛剛我們的主任有提到 這是身份上的弱勢 然後議員有提到 是不是可以再開辦一些相關的企業 跟我們的政府能夠做一個結合 那不曉得就是說 這方面的配套 我們人力銀行這邊 是不是有掌握到相關的訊息 OK 好 我會從兩個角度 然後來去談這個議題 那首先我覺得政策 就是說我們很多工部門 在整個就業服務的策略上面 整體的政策是走在市場的前面 所以其實站在人力銀行的角度 我們長期也會跟 就是遜救中心這邊 然後做很多的一個學習 然後能夠把一些 在就業上面的服務 能夠更深入化更直化 然後來提供我們的 品牌的一個服務的價值 其實以我們長期在跟遜救中心合作裡面 我們也發現說 過去可能我們到救服站 然後只是提供一個工作而已 或是很多的工作讓民眾去做選擇 可是往往我們會發現 不管他是在身份上的弱勢 或者是能力上的弱勢 其實那個不是給他工作就能解決就業上面的問題 所以其實早期以救服站裡面 會有所謂的個案管理員 然後他會用個案管理的一個機制 可能會從一個民眾他從生癌上面的面向 然後跟他植癌上面的一個面向做一個盤點 然後去找出他在就業上面的一個障礙 可是這當中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檢視他能不能判斷出來說 這個民眾沒有辦法就業的問題點是在哪裡 那以就業服務法來看 如果這個民眾的就業意願有問題跟能力有問題 其實都是不管是政府還是私利的人力 都沒有辦法服務的 那能力的問題就像議員所談到 他必須透過訓練來去提升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剛剛的影片的一個分享 會發現像目前青年就業是目前就業率很高的一個族群 可是其實青年他不管在他的年齡 體力各方面的指標應該是最有優勢的 可是我們會發現說從個案分享裡面 青年他的自我意識很強 可是他面對廠商的時候自我表達能力很弱 所以我們的 對 所以我們的個案管理員能不能去強化他的弱勢 然後在他自我意識裡面跟他達成一個市場上面的一個共識 然後來幫助他就業 最後會發現其實他很好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欣賞 不好意思 我們先接一個call in 電話 好 稍後再請您補充一下 我們先來接這個我們前政區的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我們兩位次議員跟來賓你們大家好 我是希望說我們的勞工處處理 可以盡量用台語回答 台語 我是發生人 我聽不懂 我是發生人 我在台灣學校的他真的替這些勞工 做很多事情 我因為我是定義員的選區 我真的要重新來診所就是說 我們的勞工局應該去注意到我們的顧助 這些貼 貼貼的勞工 我們換來跟台灣本土的勞工的比例是不是要 要來解一個勞工的感覺 讓他有一個比例 不要說你一直說 像我講去勞工處的那種那種就業夫婦中心 做一個那種就業夫婦的方式去到那補充的時候 讓這個勞工處處處挑戰 不會超過兩禮拜 就叫你回來吃個茶 為什麼都要請這個勞工 台灣的勞工 這勞工是比較少 但是你第一點 你英義不通管理 比較難管理的時候 你就要做勞工 台灣的勞工怎麼可以用嗎 你們勞工處 你們勞工處勞工 勞工有去 像這點說台灣的勞工 真的是出在一個什麼局勢裡面 希望說我們高雄市 我們高雄市的構築 你怎麼去克服說我們高雄市本市 會勞工 要讓人比較好的一個機會 好 了解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的勞工 你的意見很好 就是說對著我們勞工的部分 外勞跟本勞的一個比例 那我們稍後可以請我們相關的勞工局代表 和議員你來補充 議員你要先補充嗎 好 你先來回應一下 謝謝你 那我覺得就是 剛剛這位我們前陣的先生 你講到那個 我覺得同理心感受到這樣的一個 你說要說台語 這個訴求 這個訴求 那外勞跟我們本地的勞工 我覺得這個比 我想政府的措施這個方法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不過 顧主他覺得比較適合 但是相對的勞工的條件是不同的 但是我們要跟我們先生 或是我們全的觀眾說 就是說 政府有要做做的 就是法令上的堅持 什麼叫法令上的堅持 就是說我們勞工的勞工條件 我們有去查說 你對勞工條件 我們的顧主要怎麼用得好 我們保護勞工的條件很好 不要說把我們求 我一次都加班到十幾點鐘 還沒有加班費 這叫勞工的條件 第二就是說 這個 這個整個勞工的勞工的建築 我最近都包括很多我們的訪問 都是勞工來給我甄訴 他這樣加班沒有錢 或是說他沒有幫他勞工的勞工不夠 所以有一些這樣的基本去做條件 那我後面我來看起來都是說 過去傳統上我們覺得說 啊 跟老闆已經 這樣做一二十天了 啊突然覺得說 但是這個勞工的計劃是 每一年每一年有去調整 但是有一天覺得說 啊我已經撞不住了 但是這變 跟老闆之間覺得還有一些感情上的衝突 啊所以說這個東西都常常都有這個 這個東西我們勞工因為這樣 啊變成說我們是比較虛勢 啊所以說有這個情形實在 我覺得說 現在老闆之間他撤很多事情 就是說他跟我們老闆的 這個寬意的部分 其實他很堅持一個很大的部分 所以說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就是說 我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說 就是說 剛才你說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啊他只要去做兩禮拜而已 啊做兩禮拜 這條件就是說 剛才我們人力人行 我們的執行長說 他說他要去幫他 找他跟社會的投入 譬如說他現在可能 拷責到一半 他要去跟社會員說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但是他要跟他說的人 夠有分量 但是基本上他剛才拷責到一半 他會表達年紀比較壞 他剛才變成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個投入說 啊你兩禮拜之後說 不然你就沒辦法 這就是說 當初去開始媒合 就是要跟你照顧的時候 沒有你考慮清楚 所以這點我相信 我們也會去跟 勒工教 我們的就業中心跟他建議說 他就業輔導員 你就要說這個是不是適合你 讓他去把這個熱誠 說由他 跟你介紹到這個 這個要做辦的地方去玩笑 我覺得這點你建議很好 我也會用力 我們的機會去跟市政府建議 讓我們的劉工 阿伯你就業 用長長矩矩矩 讓我們的家庭照顧 是感謝電議員 現在還有一通 COIN的電位 我們來接前陣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你好 是張先生您好 有關於這個題目 你有什麼樣的意見嗎 我是覺得說 因為平常是我們上班 老闆都叫我來加班 我都很開心 可以賺錢 我們都盡量去配合 不過有時候說 突然說五星假假 有時候老闆說 您可能要休息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我們平常是 大家要加班 大家拼命配合 現在說班老闆賺錢 現在剛才說 老闆也是要說 顧我這個老公這樣 可以盡量這個 比較少這樣 不然我們會覺得 很煩恐這樣 我是這樣覺得 謝謝 辛苦 所以也是有人 就還樂公 無薪假的問題 那稍後我們再來做一個回應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 陳主任來回應前面一個問題 就是說是不是法律上那個問題 那我們這個勞工跟本老的比例 現在又是如何 怎麼樣才能夠合乎 我們前面一個觀眾 褐英議員 觀眾就是外勞比例的問題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在我們高雄市 在這個外勞的引進 應該在這個心合 算是最嚴格的 甚至有青春在跟我們說 為什麼 你們高雄市的外勞引進 這麼嚴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這個外勞引進的 過程說 基本的要求就一定要 以我們的本路做優先 當然我們的本路 不管做這個工作 我們才有可能 發這個政令 我們青春引進這個外勞 其實在這個引進的過程說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洛工朋友的心聲 尤其我們會跟青春交通 假如說我們的洛工朋友 要做這個工作 你去給他記載 我就跟青春發派一下 你政令我不能發派你 其實在我們高雄市 外勞的引進過程中 每一個關卡 我們都有非常嚴格的把關 當然 因為每一個青春 它需要的外勞的情形都不一樣 但是 基本的原因就是說 這個工作一定是 我們台灣洛工 就是說我們台灣洛工 已經沒有人要去做了 當然站在我們這個 企業的經營上的需要 才會將這個外勞的部門放映 所以其實 目前我們來講 我們甚至為了外勞的審查 過度的研究 讓我們的青春公平 但是我們一直強調 其實我們本路有很優秀的人力 所以其實本路它絕對是優先的 剛才第二部門就是要來講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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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本年的部門 其實這個本年 對我們樂工的領域的領域 的領域 非常重要 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本年的 這個過程中 除了說本年的領域 其實 我們樂工的領域 的領域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今年 這個本年的部門 我們強調一個叫 產訓合一 就是說我們要辦這個本年進行 我們置辦的職業訓練 裡面有10款裡面 其實要辦這個本年進行 我們已經跟職業訓練 談好了 就是說我們目前的職業訓練 是有這個過程的 我們這個本年 我們今年第一季 有到67間的職業訓練 來做合作 這個合作 這個基礎的本年 在我們的職業訓練場合 第二部門就是 我們把這個 這個樂工朋友的這個本年的 職場的這個部分 就拉到我們的企業廠商 當這個本年完成後 我們的這個樂工朋友 在我們職場裡面 覺得表現不錯 我們的樂工朋友 直接就是由企業來進行 這個叫產訓合一 這是今年度 非常大的改變 過去我們的本年的 這個 就給你 大概6.35左右 但是我們用這樣的改變之後 我們希望說 今年的本年 因為是完全配合 我們企業的訴求 我們希望這樣的信念 可以達到8成5 就是說 我們10個裡面 我最希望 就是想8.5的人 可以透過這樣的本年 進日正是我們的一個職場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年度 或是最大的改變 是 謝謝陳主任 所以在我們建戶部門的這個 派商鋪掛保證集合 說我們絕對會嚴格把關 將這個本勞跟外勞做一個 最好的一個比例 那我們是不是要請教 我們的人力銀行 我們執行長 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衝突存在 那現在就是說 你們在調查當中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是普遍存在的嗎 或因為外勞不管是看護也好 或者是可能籌工 就是他會說那造成我們本勞之間的工作權益 可能就受阻了 有這個經驗嗎 其實我可能要回答的 期待跟民眾的想法會有一些落差 其實人力銀行長期 其實不會針對外勞 就是廠商所釋放出來的外勞的職缺 然後產生任何的意義 就是我們很清楚的也看到 就是通常在企業四處外勞的那些職缺 我們也找不到求職者去做 對 所以其實就如同剛剛主任所提到的 就我們也感受到高雄是在 廠商外勞的這種把關上面 確實也比其他縣市更嚴格 對 所以因為廠商通常外勞的門檻沒有過 就會提出本勞的需求 那希望人力銀行協助他來解決招募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會有間接的影響 但是直接在市場 勞動市場上的需求衝擊下 我是覺得還不是那麼強 不過其實反觀就是回到剛剛 我要跟民眾分享的部分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做就業服務裡面 那像剛剛主任提到的身份落勢 那身份落勢會不會存在 絕對會存在 因為像我們講婦女好了 他就是會有照顧家庭 照顧小孩甚至照顧老人 所以他工作的時間 是完全就是很難控制的 所以我們在輔導婦女就業裡面 就會去幫他安排一些彈性工時 比如說很多的賣場 會有需要駐點的銷售服務人員 對 然後你知道我們那些媽媽 很適合做這個工作 然後這樣的一個工時 然後跟他的收入都能夠做到一個平衡 那中高齡其實我們在長期服務裡面會發現 能力是中高齡的問題 因為他的能力有專業能力的問題 跟體力負荷的能力問題 那在專業的部分 其實你真的要叫他學一個技術面 對他來講會有點吃力 所以其實以我們看訓救中心 通常在中高齡的職業訓練的類別 也會比較在技巧的部分 像照顧服務員 我們去照顧一個病人 然後他的體重很重 然後身體又很龐大 你叫我去照顧他我也翻不動 可是那些是有眉嘎的 然後你只要教導他那個眉眉嘎嘎 其實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對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如果像中高齡他失業 其實他有很多經驗的累積 可是我們怎麼樣把他的經驗 轉換成所謂的知識管理 然後從管理的一個面向 再跟他的職場做接軌 然後可以做到一些經驗的傳承 我覺得這部分也是很多的產業 非常期待而且期望的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用這幾個面向 然後來跟民眾做一個分享 是 謝謝執行長 這樣詹議員 你今天有對到這個外樓這個方面 你今天有一些意見是要補充嗎 意見是沒有 但是我們也不是拜託外樓 當然我們現在目前的經濟 我們臺灣我們本性的事業在那裡 都可以站在我面向代表的角度 我也希望我們的企業都應用 我們本性的臺灣的勞工 總之我們這也不是白天外樓 但是我感覺我們勞工局有時候 政治部費了解 了解就是他跟我們的主任在說的 我本來也很贊同 他們對主任的信念 因為一點比較不夠的 我受到什麼探討比較不夠的 就是說 我們的勞工局缺乏這個普查 普查 普查 它是我有到每個工廠去普查 然後勞工人的比率 勞工人的比率 還是說所謂勞工局 我們了解就說 他這個中小企業 他所謂勞工資 所謂勞工資 當然跟我們的主任說的 這樣我也很認同 但是 實際上他們訓練出來 到底是好的 但是在這裡 我們就叫探討 探討到底 不是主任勞工資 我們所訓練出來 我覺得 當然素材素用的部分也有 但是 訓練出來 部份不應對的也有 所以我想說 我們的勞工局缺我這個普查 普查 普查就是不過 實際上 落屬到每個中小企業 的 企業 讓他們了解到他們 所謂的一種專載 專業的人 所以在這裡我利用這個機會 來我們勞工局這邊建議 是 是 這個普查的業務 是不是要徹底 規劃 做一個很好的措施 未來 達成你們信念的目的和目標 了解一下 盡量讓我們的企業可以 可以用我們本性的 本樂 在地的勞工 所以議員的意見 希望可以提供給我們勞工做一個參考 我們給第一次 這個節目來探討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又要來了解說 到底這個年底到了 可能很多人準備要轉換跑道 那目前有哪些職業是最夯的呢 那再稍後回來我們再邀請您 跟我們節目來賓一起做探討 先請您稍後休息一下